喜悦是用360告诉你,泰国是管婴儿子宫内膜,这个看似简单的名词,其实承载着女性生育的重要使命。 它的厚度变化不仅影响着女性的生理周期,更直接关系到女性的受育能力。 然而,子宫内膜增厚的原因却并非单一,其中卵巢激素紊乱只是众多因素之一。 首先,我们要明白子宫内膜是如何形成和变化的。 子宫内膜是子宫内臂的一层组织,它随着女性生理周期的变化而增厚或变薄。 在月经周期的初期,子宫内膜开始增厚,为受精卵的灼床做好准备。 而到了月经期,如果没有受精卵着床,子宫内膜就会突落,形成月经。 然而,当子宫内膜出现异常增厚时,泰国试管婴儿就可能引发一系列问题。 那么,导致子宫内膜增厚的原因都有哪些呢? 1.卵巢激素紊乱 卵巢激素紊乱是导致子宫内膜增厚的一个常见原因。 泰国试管婴儿卵巢是女性体内的重要器官。 它分泌的激素对子宫内膜的生长和脱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当卵巢激素分泌异常时,就会导致子宫内膜的生长失去控制,从而引发增厚。 具体来说,泰国试管婴儿磁激素是促进子宫内膜生长的主要激素, 而孕激素则有助于维持子宫内膜的稳定性。 如果磁激素分泌过多而孕激素分泌不足, 就会导致子宫内膜过度生长,形成增厚。 此外,多脑卵巢综合症等卵巢疾病也可能导致激素分泌异常, 进而引发子宫内膜增厚。 二、内分泌失调。 除了卵巢激素纹乱外, 泰国试管婴儿内分泌失调也是导致子宫内膜增厚的一个重要原因。 女性的内分泌系统非常复杂, 涉及到多个器官和激素的相互作用。 当这个系统出现紊乱时, 就会导致子宫内膜的生长失去平衡。 例如,甲状腺功能减退。 泰国试管婴儿肾上腺皮质功能抗禁等疾病, 都可能影响女性的内分泌水平, 从而导致子宫内膜增厚。 此外,长期的精神压力, 不良的生活习惯等因素也可能导致内分泌失调, 进而对子宫内膜产生影响。 三,炎症感染。 子宫内膜炎等炎症感染也是导致子宫内膜增厚的一个常见原因。 当泰国试管婴儿子宫内膜受到细菌、 病毒等病原体的侵袭时, 就会引发炎症反应, 导致子宫内膜充血、水肿, 进而出现增厚。 此外,一些性传播疾病如令病, 酶毒等也可能间接导致子宫内膜增厚。 因此,女性朋友们在日常生活中要注意个人卫生, 避免不决心行为, 以预防炎症感染的发生。 四,药物影响。 某些药物的使用也可能导致子宫内膜增厚。 例如,长期服用避孕药、 雌激素类药物等, 都可能影响女性体内的激素水平, 进而对子宫内膜产生影响。 此外,一些治疗肿瘤, 泰国试管婴儿风湿等疾病的药物 也可能间接导致子宫内膜增厚。 因此,在使用这些药物时, 女性朋友们要遵循医生的建议, 定期检查子宫内膜的情况。 五,遗传因素。 遗传因素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子宫内膜的厚度。 有些女性可能天生就存在子宫内膜生长过快的倾向, 这可能与家族遗传有关。 对于这类泰国试管婴儿女性, 建议定期进行妇科检查, 以便及时发现并处理子宫内膜增厚的问题。 又,肥胖女代谢综合征。 肥胖和代谢综合征也是导致子宫内膜增厚的风险因素。 肥胖女性体内脂肪含量较高, 这可能导致雌激素水平升高。 进而泰国试管婴儿刺激子宫内膜生长。 同时,代谢综合征患者往往存在胰岛素抵抗, 高血压等问题。 这些问题也可能间接影响子宫内膜的健康。 七,其他因素。 除了以上几种常见原因外, 还有一些其他因素也可能导致子宫内膜增厚。 例如,长期使用宫内节育器, 多次进行人工有产等宫腔操作, 都可能对子宫内膜造成损伤, 进而引发增厚。 此外,一些罕见的疾病如子宫内膜癌等 也可能导致子宫内膜异常增厚。 喜患适用360建议。 了解了子宫内膜增厚的多种原因后, 我们不难发现, 预防和治疗子宫内膜增厚需要综合考虑多个方面。 子宫内膜增厚并非单一原因所致, 而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因此,在面对这一问题时, 我们需要从多个方面入手, 采取综合性的措施进行预防和治疗。 只有这样, 才能确保女性的生殖健康, 为未来的生育之路保驾护航。 我们们将来在前面的地方将设计元素兴进行预防和治疗子宫内膜增厚的带区。 感谢观看